对于徒弟的培养 郭德纲老师可以说是一直秉承着严施出高徒的原则 对于观众来说 台上的郭德纲永远都是那么的慈眉善目和蔼可亲 就像一个老顽童一样可爱 可是对于郭老师的徒弟们来说 郭老师在他们面前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望而生畏 大部分徒弟对郭德纲老师的感觉都是害怕 一部分是因为郭老师的严苛 还有一部分是敬畏 正所谓严施出高徒 正是这种严格的培训体系 造就了德云社演员超高的业务能力 近日龙字科学员也迎来了寒冬地狱特训 让大家感叹郭德纲真是名不虚传 视频中 德云社九字科演员季九霄 在郭德纲老师的安排下 在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带着一群龙字科的学员 来到了天津的海河边上练嗓子 作为曲艺之乡天津 海河边上诞生了无数的曲艺名家 郭德纲小时候就是在海河边上喊嗓子 对于龙字科的学员来说 这种训练无疑是残酷的 从精神和肉体上接受了双重磨练 首先从肉体上来说 如今已经入冬了 清晨的天气十分寒冷 龙字科的学员要从热被窝里早起 跑到寒冷的海河边上喊嗓子 这个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个喊嗓子还不能糊弄 季九霄挨个检查 喊得不好真会挨劈 从精神上来说 海河边上人来人往 你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喊嗓子这样的举动 对那些脸皮薄的龙字科学员来说 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可是了解德云社的人都知道 这是郭德纲老师教徒弟的第一步 这是一个筛选的过程 如果你在这个阶段熬不住 那肯定不是个可用之才 德云社现在大火特火的一些演员 像是岳云鹏 张云雷 张赫伦等人 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张云雷曾经在吊嗓的过程中还偷过懒 用郭德纲老师的话说 这个过程就是要把你的自尊心打碎 让你放下一切颜面 这样你才能在台上做到宠辱不惊 许一介有句话 不要脸就是要脸 意思是说 一个演员上台以后不怕丢脸 不怕出丑 放开了眼 反而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为自己赢得别人的掌声 这样才能有脸面 虽然德云社的培训是地域级别的 郭德纲作为一个严师 真是名不虚传 相信在郭德纲严格教导下 这批龙字科学员 一定真的能成为人中之龙 证明自己的能力